这天小星几人来到河边玩耍 然而阿呆却一个人在埋头寻找石头 小朋友们顿感疑惑 原来阿呆最近在收集形状和小伙伴们一样的石头 现在已经收集到小星风间正男还有阿呆自己 唯独就缺妮妮一个 妮妮突然有种被排挤的感觉 本来今天还写了半家家酒的新剧本 于是果断改变计划 让大家一起寻找妮妮的石头 大伙这才放下心来 紧接着开始地毯式搜索 居然遇到了上尾老师 原来上尾老师也在寻找石头 不过和阿呆不一样的是 上尾老师是在寻找石头一品 利用石头的形状在上面画出类似的动物图案 不过上尾老师都是制作一些未确认的生物系列 今天要找的是像锥子蛇一样的石头 在所有未确认生物系列里 上尾老师最喜爱的就是锥子蛇 连做梦都想抱着它一起睡觉 不过这石头一直都找不到 于是大家便决定一起寻找 今天势必要找到这两块石头 随后封间找到了一块很像妮妮的石头 阿呆拿来仔细端向一番 石头说它不是妮妮石头 阿呆可以跟石头说话 大致上能沟通 接着尚尾老师过来一看 原来这块石头是传说中的生物天鹅人 那妮妮可不乐意了 这么恶心的生物怎么可能像自己 这时小星却找到了和园长一模一样的石头 不仅如此这里遍地都是 大家瞬间感到有点可怕 紧接着封间和正男纷纷找到了和妮妮一样的石头 不过都被阿呆一一否决掉 就这样大家找到太阳下山还是一无所获 然而小星却在一旁悠闲地堆起石头 妮妮过去呵斥一声 结果把小星刚堆的石头吓垮掉 这时尚尾老师拿起石头一看 终于找到了锥子蛇石头 然而这也是妮妮的石头 最后尚尾老师还是把这块石头让给了阿呆 这根石头是宁宁石头 是石头说的吗 呆 这个石头好像很难搞 隔天幼稚园的花谱边上摆满画上园长的石头 原来这是尚尾老师为了驱赶乌鸦所为 然而被吓跑的不仅仅是乌鸦 还有小朋友们 这么一来花谱就可以放心了